防疫期间除了实施实名制量测体温外 封滨乡公所为了保护同仁及洽工民众 特制了一扇喷雾消毒门 让人员进出全身消毒 打造无菌安全的办公环境 获得相信的肯定 现在大家外出一律佩戴口罩 不管出入公司立场所 一定要完成实名制量测体温 以及手部消毒这一些基本的防疫SOP之外 来到封滨乡公所 还得要过这一个喷雾杀菌门的关卡 才能放行 还要暂时15秒 15秒吗 怎么还没开 莫名乡长江丽婷护理师出身 她特别从专业的工位 以及病毒防疫角度来着手 尤其为了保护同仁办公 以及民众洽工的安全 和秘书及同仁商议后 特别购置专业的消毒器具 并且制制了这一扇喷雾杀菌门 让所有进出的人员做好全身消毒 降低传染染疫的风险 那我也希望能够在这样的状况 不仅是能够保护我们的乡亲 也保护我们的同仁有一个健康的环境 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之下 全台139个乡镇 第一个设置防疫消毒门的封兵乡公所 这四个专门的清销器具 大批天然无毒的消毒水 再搭配制制的喷雾杀菌门 总共花费近40万元左右 6月16号开始加入乡公所的防疫运作 不仅办公同仁 前来洽工的乡亲民众也都觉得很安全 记者是玉兰封兵采访报道